数字人民币在中国不可能真正落地 不可能 第一个我告诉大家根据 就是数字人民币的技术极端落后 虽然它在有些地方用到了区块链一些技术 但它整体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很落后 数字人民币这个实施的技术 是跟当年支付宝两家两个技术线一块起来的 只是支付宝起来了它搁置了 它现在又重新拿下来 那大家想想货币是什么 货币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 货币运行的服务器 货币运行的东西 如果被人家攻漏了会出现什么样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数字货币 单纯区块链的数字货币 出事出了多少事 技术上有没有保障 没有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全世界谁也不敢把这个数字货币 作为国家发行的这个主体 谁也不敢 在技术上没法保障 你一个国家人家一个真正大的漏洞被出现了 一下子货币崩塌了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技术特别落后 所以数字人民币在中国是没有可能真正广泛实施的 第一个大问题 大原因 第二个潜规则不允许 我讲过了 一旦实施数字人民币所有的钱都是实名制 党全知道了 那么多领导干部不可能同意 他们会设置很多障碍 就不可能让这个东西推广下去 第三个 未来的国际交易也不允许 数字人民币一旦是数字信号了 就被数字信号的发源方所控制 那大家想想啊 俄罗斯一百个亿挣了中国的钱 卖给中国一百亿武器 拿了中国一百亿数字人民币 结果这边中国在这个终端操作一下 俄罗斯账户一百亿清空了 冻结了 那谁受得了啊 所以在国际交往过程中 他也不会被国际认可 所以数字人民币的很大问题 他既然要替代现金嘛 流通中的货币现金 三个问题 技术太落后了 这个技术里面漏洞很多 第二个潜规则不允许 第三个国际交往 也没有不可能有人认可 所以呢在我的感觉 数字货币在中国 除了叫喊一下以外 是根本不可能有一丁点机会 推广开大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数字人民币 不是数字货币啊 不是所有的数字货币啊 Digital Crisis 是数字人民币 在中国我觉得是 没可能落地的 所以不用管跟你推荐 数字人民币的事 然后第三个 想请教一下 把资金转到 加密货币中避险 是不是一种选择 大笔资金放在家里不安全 我觉得你要是避险 就得找那种什么 联席汇率 大家知道 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使用联系汇率 香港的港币就是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什么意思 甭管你叫港币 甭管你叫迪拉姆 你就是美元的代金券 港币在香港就是美元的代金券 这边是美元 这边是港币 实际上你手里握的不是港币 你握的是美元 所以如果你要存数字货币 就存USDT 就是什么 USDT是美元的代金券 所以你存U 实际上存的就是美元 只是数字化的美元 它要存多少美元 发行多少U 存多少港币 存多少美元 发行多少港币 它的运行骨子里的机制 是很类似的 所以 其他的数字货币 我不建议大家做 大家一定要做什么 联系汇率的这种 数字货币 好吧 你选择 后面有法币作为锚定价值的 没有法币作为锚定价值的 我个人通通都不太建议 也就是如果你愿意选择 把这个东西变成数字货币 我觉得这个自己愿意做 无可厚非 那你说张老师 我能换成美元吗 我家里存美元 那无可厚非 你愿意换换 但是将来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在国内能不能用美元 能不能用USDT 如果你找不到使用场景 那你如果要润不出来 还是挺尴尬的 对吧 所以你要能找到使用场景 或者将来能润出来 那你的钱 不管变成美元 变成U 都无所谓 要存成这样的数字货币 我个人是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你 存任何一种什么 价值是靠证券市场 买方卖方 双方之间力量对比 来决定价格的数字货币 我不同意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证券了 风险系数还是很大的 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第四个 我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四线城市 我没有感到衰退 感到一直在进步 收入还是基建 也没乱的 生活很安逸 这个四线城市会不会一直这么生存 挺好的呀 只要城市稳定 安逸 你就踏踏实实放松活着 我讲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快乐幸福的活着 你愿意在YouTube上看我这些视频啊 资料可以看 那看完干嘛 喝喝茶 喝喝咖啡 茶余饭后的乐子 我讲的是一家之言 大趋势 有共性 有个性 对吧 所以呢 我的话 你也怎么样 辩证的听 一定记住了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你们当地的情况好 有这种核心性产业 那千万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的 对啊 所以不要阴烟废食 不要为讲完了 所有人都说哇不行了 活不下去了 不一定 各地方有各地方情况 所以有核心竞争力的小城市 活得好的 可以一直很舒服的活着 我个人觉得没问题 台湾中国是一个国家 我再说一遍 这人家台湾人自己也很牛 我特别喜欢人家民进党的开国原心 虽然现在不在民进党 人家提的建议 台湾跟中国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国一制 但是关键是中国不敢应战 对啊 人家提的建议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牛逸 台湾跟中国咱们一国一制 为什么 台湾很小 中国很大 只要中国同意普选 中国同意普选 让每一个中国人能出一张选票 让所有的 要上位的 就跟现在美国这些人一样 他总统要跟全社会大众讲自己治国的方针跟政策 要让他所有社会大众提出比如现在腐败问题 政府的问题要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的感觉 要能找到中国的问题 然后经过这样半年到一年 所有的竞选的人 甭管你是要竞选你当地的这些议员 还是要最后竞选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大 你都要让人显出你真实的本事跟水平 然后普选 一人一票 咱们选中国跟台湾谁当老大 只要咱们中国跟台湾都选出来 咱们大家都尊崇 这是台湾民进党的一个老大 提出的一个创始人提一个建议 我觉得人家提的很好 中国都不敢吭声 人家从1617年就提的这个建议 你敢吭声吗 你不敢吭声 因为中国老百姓屁权力都没有 中国99%的老百姓 从来都不知道我们当地这些委员 这些代表是怎么选出去的 也不知道他们出台的法律 什么时候管了个啥屁用 中国共产党里面全是酒囊饭蛋 对吧 你要真的让他们去竞选 站在这跟选民聊政策 能聊出来吗 天天跟你讲怎么拍马屁 怎么做政治吧 所以这人说怎么那呀 共产党不要一国两制 你看台湾人多硬气 咱就一国一制 统一为一个国家 只要中共敢说我普选 跟西方一样 咱们让社会大众 根据大家的能力 老百姓开始投票 选了议员之后选总统 同意 只要中国共产党敢干 咱们就一国一制 然后呢 然后中国共产党怂了 接都不敢接人家这会儿 所以呢 你说是啥 你说是啥 对 年轻人就长自己本事 我再说一遍 有本事的人 在什么环境下都能活得下去 活得好 只是活得比周围人好 活得就是特别好 一般好而已 还有普通好 所以呢 就看大家自己的本事 就是怎么能过得好 润的真是原因 看我这篇文章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就知道为什么要润了 其实刚才我讲了 钱老师说 你为什么要活着 你是像人的精神本质这样的人的活 还是像人的动物本性的人的活 这就决定你要不要去润出来 好吗 你愿意取出来 最好都取出来 你只要美元人民币 你愿意取出来 都取出来 中国的银行 系统 不是倒不倒闭 对未来对大家有特别大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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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这是必须的 真的没钱了 我个人今天认为 还是认为毛主席很伟大 没有办法 我就认为毛主席很伟大 你打不倒我 你说毛主席犯了这么多错误 这么多东西 那为什么 毛主席我觉得很伟大 第一个 他就是个伟人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你说我能不认为他是个伟人吗 最重要的 是因为我有烙印 我就是个很偏激 很偏颇的人 我就不能站在工程角度看问题 那怎么办呀 我出生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共产党的家庭 我从小就一辈子无限敬养他 然后到他去世的时候 我去参观他住的房子里中南海 那破的 那衣服都是补丁 戴补丁 连内裤都是补丁 然后一分钱遗产都没留 黎民里纳一分钱遗产都没拿 你说我怎么办 你让我不去喜欢这么一个人 敬养这么一个人 我做不到 我可以承认我很偏颇 我有历史烙印 我很偏激 我不公平 但是我做不到 我不敬养毛泽东 所以没办法 那习近平也是 我做不到爱他 因为他太蠢了 蠢的简直无限蠢 我做不到我喜欢他 我怎么办呢 对 只是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年轻人练本事 我讲了这么多练本事 好吧 公务员会不会清算 我就不知道了 公务员里面 那你就看看国民党里面 出问题了 就是 台湾到台湾了 国民党是不是会清算 就OK了 好吗 你在国内肯定留人民币 你在国内留的美元 你花不了 除非能润出来 可以花 可以花 不管李佳琪是不是主动退 其实中国现在 有脑子的人 在中国国内 如果你不想割韭菜 都退饮吧 如果你还不想割韭菜 就退饮吧 有一句话叫 祸从口出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 半军如半虎 习的水平你们都会知道 脆脆的事你们也都知道 我也没想过脆脆的事发笑成这样 这段时间大家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就是给大熊猫起名字 中国有个大熊猫叫脆脆 脆绿的脆 脆脆 然后呢 大熊猫生了一个孩子 是熊猫崽子里最重的一个宝宝 然后就傻傻的全国征集大熊猫的孩子的名字 这个脆不是习 习一个竹子的竹 这个脆嘛 习习竹嘛 然后这个名字就被所有的人用起来了 这习什么时候足 对吧 说相信脆脆的孩子也能扛200斤的竹子走山路等等 然后最后好多留言以后 共产党才发现才开始删 所以大家就知道什么 这个习近平这个无知到一个程度 到一个极难的程度 这么多人试了 你扛个200斤粮食 你走 走山路 十里山路不换街 你试试 没人可能胡说八道呢 对吧 你看过你能把格萨尔王 萨格尔王 说这个格萨尔和萨格尔你都能搞错了 你说你多逗吧 格萨尔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 内蒙古常识 结果都能够搞错了 是内蒙还是西藏我记不得了 反正是一个常识 你名字是个常识你都能搞错了 然后大量的词什么风雨 什么暴昼什么烂你八糟的 就是你经常天天显示你这个水平文化那么差 你伴着这么差的文化的一个人 那你想哪天他 你说了啥才理解不了的 他不会弄死你啊 所以不是没有希望再说中国有希望乱后后大志 凤凰涅槃脾及泰来大乱之后就会有大志 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中国会有希望的忍一下就行了 一定有希望的放心吧 好吧 最后说彩票 有人说了几彩票 跟大家说中国的所有的体育为什么那么差了 你们现在就明白了 中国的体育 中国的文艺 中国的很多产业都是靠钱堆起来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美国的那个跳 跳这个滑雪的人 叫什么那个女的都愿意到中国来去做 你们大家买那么多点体育彩票 体育彩票全国各地除了被贪腐的流通以外 体育彩票都是投入奥运工程的 我告诉大家体育彩票主要最多的钱 都是投入奥运工程的 所以中国所有的体育明星 包括我们的足球篮球各种东西 都是被钱堆起来的 一旦没有钱 就什么成绩都没了 大家知道吧 那有钱 你的教练 你的体育器械 你吃的药 你用的设备 你周围的环境 都是最棒的 没有钱 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体育一下这么差 这人乒乓球都打不过别人了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 全是拿钱堆起来的 而一旦没有钱了 就是中国什么都弃不来了 什么成绩 什么东西都出不来了 这就是没办法 我们大家只能认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是一个在钱堆起来的一个世界 我们的外交也是钱堆起来的 所以中国一旦穷了 就什么都会展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局面 那才是真实的局面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快乐 听我瞎比比 我说的再说一遍都是胡说八道 一家之言 一定记住了 听完我动用自己脑子消化 知其人知其所有人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形成自己 看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 才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我说一遍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 我说一遍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 我说一遍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